第八章 中医之道 书至此,我们从针刺技法上大体学习了灵书经中的部分知识,也从思维上理解了古人观察人体与疾病的出发点。 我不想把临床针灸的特效案例分享给大家,因为在我的心中没有绝对完美的治疗,我希望大家自己运用灵书经的智慧来创造自己的特效案例。 刚开始学医时,我认为,一个好的医生只要能纯熟地掌握一两个技法,以这技法行于江湖,虽未至天下无敌,亦可以享人间富贵。 后来我不停地追求技术上的完善,我发现在好的技术都有较高的无效率。 若要达到技术上的满意,就必须从技术的源头上明白,必须找到技术之上的思维。 一切技术应用都是受思维指导,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决定什么样的技术水平。 每个医生都有自己看待疾病的思维,思维越合于天地之道则疗效越高,越追求,让自己膨胀的思维往往越背离天地之道。 我发现若要让自己的医术高超,就必须放下自己的思维习惯,反复阅读经典,回归到经典所产发的天地之道的思维中。 我一直努力学习经典的思维,也一直帮助师弟室内回归经典思维。 这一路的学习磕磕碰碰,跌跌撞撞,这样学习,工作了若干年,我总觉得还是缺点什么。 反复阅读经典,才发现原来在思维之上还有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决定着思维是否合于天地之道。 这个东西就是甜淡虚无的心。 心境决定着思维方式。 柔软慈悲的心自然拥有接近自然的思维方式。 刚强好胜的心,自然拥有强硬特立独行的思维方式。 若要得到最合于天地之道的思维,心就必须保持甜淡虚无的本真状态。 我们看看整个中医的发展史,当中医成为一门单纯的技术, 大家都拼命地通过技术竞争在江湖中立足。 那整个医学的历史就是一会儿重视寒凉,反对温热,一会儿重视温热反对寒凉。 一会儿重视大补,一会儿重视俊血,一会儿重视恪守祖训, 一会儿重视医学创新,主流的中医就这样非左即右地发展着。 其实,我们不需要跟任何一个偏离中和的医学主张争辩, 这种争辩只会使我们的心跟着浮躁,这没有任何意义。 静下心来读经典,客观公正的观察人体, 所形成的医学思维,一定是符合天地之道的中和的思维, 也就不会有过激的医学主张。 与血而安静,手巧而心审递者,可使行真爱, 理血气而调诸逆顺,查阴阳而尖诸方。 医生首先要保持甜淡虚无的心, 以此心思维才能达到天地之道的思维方式, 以天地的思维驾驭技术才能有较高的医术。 因此本章从心、思维、技术来聊聊中医。 证件 学习中医首先要树立证件。 所谓证件就是明确应该努力的方向, 尽量使自己的努力走在大道上。 如果方向错了步入歧途, 则越拼命努力离到越远,越不会看病。 如果把中医理解成经验医学,或哲学医学, 或玄学医学,那学习中医就一定要广闻博学。 越多学习古人的经验越好, 越多学习古人的哲学体系越好, 越多学习神仙方术越好。 只要你开始广读书多读书之后, 静下心来就会发现问题。 这种学习方法, 是思维长时间处于东奔西跑的散乱状态。 今天觉得东边的一个大师说的合你心意, 就往东狂奔。 明天觉得西边一个高手说的更合你心意, 就往西狂奔。 如此气处于散乱的状态, 久之会让自己身心疲惫。 掌握大量的医学知识或掌握大量的医学工事, 不同的知识会在脑中争辩。 不同的工事会在脑中争吵, 这些争吵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这些知识会让一个人膨胀。 这种知识带来的骄傲与愤世是难以控制的, 会让自己与身边的人都陷入痛苦。 而且, 以这种博学的方式, 达到理想的医学高度极难。 博文爱道, 道必难会, 守志凤道, 祈祷甚大。 我们要找准一条能够达到究竟明白的道路, 一直沿这条路一步一个脚印地走下去。 中医这条道路就是朝向中医经典, 用心体会经典所传的医道, 脚踏实地地做临床。 即使在路上最终没有到达中医的最高高度, 我们的心也一定要朝着这个方向。 能够安下心来读经典的人是幸运有福的, 这是无数人在追求医学道路上, 撞得头破血流后, 总结出来的道路, 经者经也。 沿着中医经典这条境, 我们可以慢慢体会到古人所说的道。 皇帝内经不是经验书籍, 也不是哲学书籍, 更不是玄学书籍, 而是古人静下心来去除各种思维限制, 用明亮的心所照见的天地与人体真实的样貌。 中医是最直接, 最朴素, 最真实的医学。 经典中所记载的规律真实不虚, 只要我们跟随经典, 用最真实的眼睛来观察自然与疾病, 就一定会有好的临床疗效。 古代如是教育子弟, 先学习四书五经这些经典书籍, 并通过各种考试, 确定学生已经拥有圣人的思维, 然后才可以阅读其他诸子及史书。 尤其是史书中记载了各形各色的人物, 如果没有形成, 如圣人般长远而真实地观察每个人物的能力, 就容易放大史书中所记载的人物的丑恶的一面, 容易形成狭隘的人生信条。 同样道理, 后世医书不是不可以读, 与时居进的医学成果不是不能为我们所用。 而是如果没有长时间的读经典形成证件, 这些很容易使我们的思维过早过化, 将我们的医术导向某一家之言。 如果一个人有了证件之后, 又通过学习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 使得自己的证件坚固无比,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学惯古今, 博彩重常。 如果一个人没有证件, 却到处夸夸气谈地谈论古今中外的各种知识, 我们可以说这个人华而不识, 只上谈兵。 不要过早地认为自己已经有了证件, 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老师本分的学习经典。 张仲景在《伤寒杂并论》的序言中, 最后一句叮咛的话便是, 孔子云, 深而知之者上, 学则亚之。 多文博实, 知之刺也。 余秀上方数, 请示私语。 仲景怕自己说话没有说服性, 就引用他认为的圣人言语来劝告学艺者。 最上层的人心没有污染, 可以直接而真实地观察天地与人体, 这样可以发现一切有关人体的规律, 此为生而知之者。 老子曰, 明白四达, 能无知乎。 我们习惯于用学到的知识来观察身边的事物, 这样对事物的认识会很丰富, 但是却不可能达到完全知晓。 知识本身造成了我们认识事物的偏见, 就是因为知识本身固有的偏见, 造成知识不停地更新, 新知识更替旧知识, 看似进步实际只是观察的角度一直在变化。 要达到对事物完全明了的明白四达, 就要去除一切已有的知识, 并使自己的心向明镜一样, 这样才能真实地看这个事物, 以及与事物相关的规律。 若我们的心已经被很多欲望蒙蔽, 看问题时总是被各种表象迷惑, 不能了了分明地看透各种现象产生的源头。 就需要跟随经典学习, 在经典的启发与引领下看清楚, 获取真实地有关天地与人体的知识, 慢慢地回归清醒的头脑, 真实地观察天地与人体, 此为学则压制。 本就是心被各种知识障碍挡住了, 我们真实地观察天地与人体, 却不觉不知。 一心追着各种知识跑, 浪图通过获取更多的知识来填补内心的迷惑, 却不知得到知识后迷惑更大, 如此追求多文博士却永远迷茫。 重景用一生来经究方数, 一定要谨记此语。 正思维 有了正确的学艺方向就需要形成正确的思维。 我们无论怎么立志要回归经典, 如果没有形成内经思维一切都是白费。 这种思维是在真实地反复阅读经典, 真实地观察与感受身边的一切现象, 所自然而然形成的, 是与天地同宽的思维方式, 很难用语言来表达。 在天地之间的每一个事物, 都是按照一定规律变化与运动的。 这些运动与变化和谐, 则是天地之内万物并遇而不相害的景象。 如果身体或生活出现了不如意的问题, 受到了疾病或其他因素的侵害, 我们就要想办法干预, 使这些有害的因素远离或准备对我们有益。 当我们的心是紧张的, 思维就是对抗的, 我们就会再不择手段地去除与排斥这些不安因素的路上, 走到黑。 本来疾病或其他因素的侵害, 对我们已经造成了伤害, 这种紧张对抗的思维往往还会加重伤害, 而且很多时候, 这种治疗的伤害甚至大于外来侵害本身对人体的伤害。 放松下来, 让心中激起的波浪平息, 客观地观察这些侵害。 我们静下来会发现, 任何侵害都是因为事物变化或运动, 背离其本身的规律或轨迹。 人得病亦是因为人背离了天地与人体的规律, 这样我们的思维会非常宽广。 我们的思维不再是如何对抗疾病, 而是如何让紊乱的事物各自归位, 这样的行为会使每一个细节都得到照顾, 这样, 我们全身, 乃至我们的周围, 能在最大程度上受益。 下面以下象棋为例来说明这种思维。 象棋是在模拟古代战争, 而用药一如同用兵, 两者思维相似, 对一时发现对方的一个棋子威胁到, 使我方暂时处于劣势, 这时候如果心是紧张的, 思维就会与那个棋子对抗, 会因为这个棋子引起我们愤恨的情绪, 然后死死地盯住这一个棋子, 把你失事的全部责任都推到这一枚棋子上, 用全部能想到的方法来与这一枚棋子拼杀。 结果有两个可能, 一是当你付出很大代价消灭掉这一枚棋子, 然后会发现自己比原先更实事, 一个威胁不见了, 更多更大的威胁出现了。 另一个可能是, 我们费尽全力与这一枚棋子搏杀, 这一枚棋子耗得我方满盘结书, 而这枚棋子还好好的走来走去。 这两种情况无论哪一种都是失败的选择, 非智者所当为。 下棋时无论发生什么情况, 放松是最关键的。 当发现自己处于劣势时, 不要紧张, 紧张只会增加劣势, 停赴下因为这一枚棋子的突然到访, 造成的紧张情绪。 静下心来很容易看清楚这枚棋子背后的问题, 清楚地分析出我方与对方的真实情况。 在思维整盘棋的同时考虑这一枚棋子, 调整我方的整体布局的同时关注这一枚棋子, 如此所做的抉择才是最有利于我方的决定。 治病亦是如此。 当病人来看身体某一部位不适时, 不要想什么特效学、特效方、 特效药, 我们的思维, 要在这个人的大环境里, 考虑这一个小症状。 对重病人, 我们的思维, 甚至要在整个天地这个大环境里, 考虑这一个人体的小环境, 如此则虽未能禁欲诸病, 树可以见病之源。 我们放松下来, 接触天地间的任何事物都是一样的思维, 这是我们的自然认知。 我们认知森林中的一棵树, 放松下来的我们一定是先看到整个森林, 然后再注意这一棵树。 对整个森林的认知, 一定大于并优先于这一棵树, 这样会获取这一棵树与我们有关的全部信息。 同样认知森林中的一棵树, 当我们紧张的时候或与这棵树对抗的时候, 就只会看到这一棵树。 这样我们会对这棵树有许多局部的认识, 而这些认识所得到的知识, 多数不能对我们真正有益, 只会增加紧张增加对抗。 医生在放松的状态下看病, 所拥有的思维自然是提纲窃领的从大到小, 从整体到局部。 从宏观到微观的认识得病的个体, 在干预人体的治疗上也是先治人后治病。 在提纲窃领的认识疾病的思维上, 由于切入点不同, 所采用的纲领就会有差异。 皇帝内经中有以阴阳为纲, 有以五行为纲, 并且这两种思维在整本皇帝内经中, 既有相互融合的论断, 又有相互排斥的论断。 对具体的知识, 我们可以简单地用对与错来评判, 思维则不可。 思维没有对错。 我们不能说, 阴阳思维与五行思维, 哪一个是正确的? 这两个思维都是很正确的。 无论阴阳还是五行都是看病的纲领, 刚举则目张, 有了这个纲领来观察疾病, 则能更轻松且准确地判断疾病。 中医有了阴阳与五行这两个概念, 并不是使中医变得更神秘更不易操作, 而是有了这个纲领我们可以看病更容易。 我们以一个纲领为切入点, 一层层精细地认识疾病, 这样即使在细致末节的认识上有差错, 只要大的纲领是正确的, 这样采取的治疗亦可以无大错。 后世很多医书也是从思维入手, 来指导医生临床。 我个人觉得, 后世的思维大多数是在对现象强解, 用各种看不见的理来强解, 这些思维是不究竟的, 可以被其他思维替代。 皇帝内经中的五行与阴阳思维, 是最接近真实的思维, 是最接近到的思维, 可以真实地用阴阳或五行来认清人体。 这些思维一旦建立, 就再也不习惯用复杂而虚假的思维, 因此永远不会被其他思维所替代。 本书与大家一起学习的灵书经真次, 方法就是以阴阳为刚, 一步一步地认识人体。 人体内的各个组织组成一个大的人体, 这些组织之间的气血云平则不并, 这种状态亦可成为阴阳平衡或阴平阳密。 人体只要有不舒服或哪怕有潜在的不舒服, 一定是因为人体的气血轻移所引起的, 这种轻移打破了人体的平衡, 这种轻移及阴阳相轻。 我们反复阅读经典, 就是要形成刚领性的思维, 通过望闻闻切四诊合餐, 一步一步地找到每个病人内部阴阳相轻的状态。 善诊者,查色暗脉, 先别阴阳。 沈清卓, 而之部分, 是喘息, 听阴声, 而之所苦。 观权衡规矩, 而之病所主。 按尺寸, 观浮沉滑色, 而之病所生。 以致无过, 以诊则不失矣。 正经济, 我们坚定了正确的道德方向, 朝向经典, 回归田淡, 知道了我们应该形成的思维, 与天地同宽的整体思维, 刚举目张的辩证论治, 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现在我们就要讨论一下如何学习, 如何朝向经典的方向精进努力, 如何学习黄帝内经。 读黄帝内经一定要有一颗单纯奉献的心, 保持这颗心, 每天读一会儿经典是特别幸福的事。 很多人听说书中自有黄金屋, 就抱着向经典索取别人不知道的知识, 索取别人不知道的技术的新剧读经典, 以此来转化为黄金。 凡是怀着科索取的新剧读经典, 一定会感慨经典读不懂, 一定会说经典不实用。 读黄帝内经首先要静下心来, 抛弃你认为看起来很对的知识。 我相信黄帝内经的作者, 是看透了人体及疾病的真相。 因此我们只需要静下心来读这些文字, 感受文字带给我们思维方式的转变, 回到古人最单纯的思维, 用最纯净的眼睛来看疾病与人体。 有了这个思维, 在运用黄帝内经教授的简单的知识, 这些知识百姓日用而不知, 才能简单而清晰地看清复杂的疾病。 越接近真理人越简单, 只有以奉献之心学经典, 以追求真理来学经典才能越学越有趣, 越用越灵活。 如果学习经典, 不能改变你就有的看待疾病及世界的方式, 还是老思想装入新知识。 最后得出的结论就会是, 黄帝内经, 有些知识很重要, 很好, 有些知识不重要。 用自认为重要的知识看疾病, 疗效未必真的会提高。 很多人会问, 那后世所传授的知识都是错的吗? 就单纯的知识而言, 黄帝内经里本身就有很多错的知识, 黄帝内经的作者绝对不知道地球有南半球, 因此会说天不满于西北, 地不满于东南。 黄帝内经的作者也不知道, 地球是银河系的一部分, 因此, 他的一切论述都是以地球为中心谈论宇宙。 知识只是一个点, 无数的知识构成一个面, 便形成了一个人的世界观。 有了这个世界观便妨碍了看清疾病。 我们需要的是放下知识。 先回到黄帝内经, 作者简单而真实地看待疾病与世界的方式, 形成接近于道的世界观, 然后再填充上简单的知识。 因为有了这个接近道的世界观, 我们会包容任何知识的狭隘性, 巧妙地运用各种简单知识治病。 读黄帝内经, 心最重要, 小孩学的, 成人学不得。 简单的人学的, 复杂的人学不得。 有智慧没知识的人学的, 有知识没智慧的人学不得。 舍弃自己贪欲只求真理的人学的, 总想自己比别人知道得多, 追求众人之中高高在上的人学不得。 愿意把自己奉献给黄帝内经的人学的, 想从黄帝内经中索取名利的人学不得。 种种种种, 不胜美举。 重要的是, 让我们保持甜淡的心真诚的学习经典, 真实地感受世界。 正定 做一件事能否成功? 很关键的点是看这个人是否有坚定的恒心。 学习中医, 我们需要排除一切物质与知识上的干扰。 坚定的学习中医经典, 培养出坚固的经典思维, 从内而外散发出古中医的气。 学习后世医书是学知识, 是维学日益的过程。 学习皇帝内经则是学习回归本源的看病思维, 是围到日损的过程。 后世很多医书在治疗很多病上都有其特点, 往往疗效也不错, 我们之所以要把安定的学习经典立为正定, 因为经典的思维最简单, 最纯真, 最接近道。 经典中, 皇帝的形象是一个敦敏的赤子, 以中土的颜色黄来命名, 象征万物未生之前混沌的状态。 启博是因为不仅知道什么是道的状态, 而且能够洞察一切由道分歧, 展现各种现象的长者。 可以说, 经典的思维就是古人在处于道的状态, 下左一摇右一晃所得出的, 是最真实的观察世界, 并与世界发生最和谐的共振。 学习经典的过程有点像练十维经的过程, 需要不停地剧除思维中的杂志, 最后只剩下最宝贵的黄金。 一旦成为黄金就很难再回到时, 保持甜淡的心, 反复单纯地阅读经典文字, 带思维回归经典般纯真朴素, 就喜欢用最纯正的眼睛来观察世界, 观察人体。 即使有虚假知识诱惑都能淡然处置, 客观地观察, 不为伪真理所获。 有太多的伪真理充斥于现在的中医体系里, 甚至很多主流媒体宣传的中医知识中, 也有谬论。 在这个大环境里, 能够不被污染并坚定地学习中医经典, 是很难的。 鲁迅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医, 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或无意的骗子。 这得是对中医有多大的失望, 才会发出如此感慨。 中医发展到民国时期, 大量的非医学术语充斥于中医理论中, 中医理论玄之又玄, 远远脱离了现实, 脱离了临床, 所以很多冷静的人开始骂中医是骗子。 现在的中医没比民国时期好多少, 在我冷静下来的时候, 我也认为很多中医理论就是个骗局, 而且这个骗局很像皇帝的新装, 是一群自认为聪明的人扮的愚蠢事。 裁缝的主要职责, 本是为客人才剪出和身的衣服, 而总是有很多急功近利的骗子, 喜欢搞出新奇的花样, 创造出新的概念, 以此获利。 在这里我们分析一下骗子的行为, 他们用了三个圈套, 欺骗了所有人。 第一个圈套, 为皇帝编织了一个梦, 皇帝喜欢美丽的衣服, 骗子就会深绘色地描绘出世界上最美丽衣服的样子, 这件衣服只有在想象中可以存在, 现实中绝对找不到。 第二个圈套, 为梦的实现设置一个限制, 理论上只有部分精英可以达到。 骗子设的限制就是绝美的衣服, 只有聪明人可以看到。 第三个圈套, 利用人们的虚荣心。 诱惑虚荣心强的人令其说谎, 帮助骗子宣传造势。 骗子找到皇帝身边的大臣, 只要第一个大臣说他能看到衣服, 那任何一个看不见的人都要硬着头皮说, 看得见衣服。 人总是不喜欢在众人面前承认自己笨, 这可不仅仅是面子问题。 就这样, 皇帝的新装这个骗局设置成功, 所有人都上当了, 只有一个天真的孩童, 他揭穿了骗局。 刚开始孩童承受了很大的批评, 孩童的父母甚至嫌弃自己的孩子, 后来相信的人多了, 才真相大白。 中医现在的境况, 总让我有些担忧。 中医本应当一给病人看好病没目的, 用最简单, 最实用, 最直接有效的方法辨认出病人的病症, 对症处方针灸或用药。 医生, 应当努力提升自己精准的辩证能力, 与精准的针灸, 用药水平。 可是现在, 总有很多人用各种奇思妙想, 搅魂中医这壶清水, 从中获利。 他们都用一样的圈套。 第一, 画一个梦。 一般他们会描述一种谁都达不到的境界, 这种境界只有神仙小说里有, 而现实中没有人能做到。 或者半遮半眼地描述一种神奇的治病方法, 总之就是想尽方法吊起人的胃口。 第二, 设置一个限制。 这个限制, 或是要求背诵大篇不可能背诵下来的文章, 或是精通虚无缥缈的神通, 或是掌握超过大脑容量的大量知识, 或是要得到什么秘传。 总之, 就是没有绝顶聪明的智力。 或是神仙老师相受不可能达到。 第三, 利用人们的虚荣心。 如果你想让别人承认你是高手, 你就必须说你掌握这些, 否则别人就会认为你医术低级。 因此很多中医都天天说着虚妄的话, 谈着玄之又玄的理论, 虚妄地描述着各种不切实际的境界。 明中医都知道中医的清水已经被搅浑, 感觉自己无力使浑水澄清, 因此都选择了沉默自保, 不去揭穿这些花样。 到没有形成反思的大气候时, 是没有人会相信梦是假的。 揭穿皇帝新装谎言的小男孩, 需要面对太多的面试, 与强大的压力。 我从小没有吃过太多的苦, 心里很脆弱, 而且也做不到完全天真。 但是我想对中医尽一点微薄之力, 希望更多的中医能够拨开各种迷雾, 坚定地学习中医经典。 现在中医知识中有太多的道听徒说, 有太多的演绎, 有太多的神话, 很多听起来很神秘, 待深入了解后才知道简直是极度夸大。 现在很多真酒师在津津乐道的真酒境界, 并非来自中医古籍, 而是来自武侠小说或宗教, 远远偏离了朴素的中医。 其实任何的虚假都是做作出来的, 只要我们能够静下心来, 不跟这些虚假信息争辩, 那么虚假的信息就没有了力量。 我们只要始终保持甜但虚无的状态, 最多只被一时迷惑, 不可能永远被迷惑。 我们只相信经过验证的真理, 这样才可以免于被愚弄。 本书中所分享的灵书经针灸体系, 也希望读者自己去验证, 自己去体会。 正念 经者静也, 父以同为静, 可以正一观。 以古为静, 可以知心体。 以人为静, 可以明得失。 我们以经典为静, 则可以鉴别中医知识的真伪, 明白日常治疗的得失, 回归淳朴的思维。 正念就是不停地提醒自己的心 不要远离经典, 不要远离至简至真的天地之道, 提醒自己的心不要浮躁, 不要膨胀, 现在关于中医的各种信息充斥于各种媒体, 千万不要高估了自己镇定的能力。 很多洗脑式的医学宣传, 会让我们稀里糊涂地成为错误医学主张的义务宣传员。 一定要经常读经典, 用经典这个镜子照照自己的思维, 照照自己的知识, 在稍有偏离苗头的时候能够及时察觉, 回归经典。 胡乱吃食物, 结果必然是身体垮掉。 胡乱相信各种知识, 结果必然是精神疯掉。 东西不可以乱吃, 书文不可以乱信。 中医之学, 无日三省无身, 学的是不是活人之术? 学的是不是经典智慧? 学的是不是天地真理? 对很多已经偏离天地之道的学生, 我原先的教授方式就是直接告诉他那是错的。 直接给他正确的知识, 让他远离过期的医学主张, 结果往往事与愿违, 使他更远离了经典。 我知道问题不是出在学生身上, 而是我没有将经典的思维发挥好, 使得经典智慧传飞其人, 慢写天保。 我们中国有广阔的疆土, 有悠久的可查阅的历史, 这是我们祖先留下的财富。 这么长的历史, 这么宽阔的疆域, 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医学主张, 对于任何一个偏激的医学主张, 我们都可以轻易地找到正向驳斥的言论。 有主张什么病都是上火的寒凉派, 也就有提醒重视人体阳气的议论来矫正。 中药的治病原理是以偏就偏, 思想的治疗也是以偏就偏。 对于思想上偏于一个极端的学生, 我们可以找到偏于另一个极端的医学资料, 让学生看。 直起两端, 用其中余名。 学生在两个思想的对峙中会冷静下来, 待冷静后再交以经典智慧。 只有经典智慧可以统设心灵, 任何稍有偏离的思想都会使思想更加混乱。 如此豁然贯通之后, 学生会非常珍惜得知不意的经典智慧, 全权服因而服事之矣。 正语。 言为心生,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人的语言及文字, 判断这个人心的境界。 我们拿中医文章和西医文章做对比, 就会发现西医之所以如此强大, 就是因为在他们的文章中, 充满了科学严谨的做学问的态度。 而中医的文章有太多的自以为是的主观一段, 有太多博人眼球的球迹论断, 有太多造神的自我膨胀, 有太多神秘主义的宣传。 在行业内部交流中, 西医的科学严谨非常让人钦佩, 而如果是两个中医在一起交流, 第三个人旁听一定会感觉他们在讲篇书, 聪明的中医很容易就知道对方讲话中的夸大成分, 知道这一切都是虚荣心作祟。 而很多初学者过早地接触了这些, 没有能力辨认真伪, 很有可能就活到了别人虚构的世界里, 沉醉于一个缥缈的不切实际的梦里。 现在中医之间的交流, 总喜欢引用一些很玄的概念, 甚至连最基本的阴阳、 五行、气等的概念也都被玄解。 当我们静下心来听他们说这些很玄的概念时, 可以感觉到这个人一颗空虚的心, 一颗祈求被高度重视的虚荣心。 中医从晶圆时期开始理论体系越来越玄, 一方面是因为在构建理论体系时, 对自己获得的信息没有及时筛选, 相信了太多到听读说或是猜想的信息, 然后再以未必真实的信息为基础, 进行天方夜谈试的联想, 如此则越来越玄。 在学习中, 如果看到让我们大吃一惊的现象时, 不要慌张, 我们首先要对这个现象的真伪进行仔细甄别, 在确定真实的前提下分析其内在机理。 任何看起来很玄的神秘现象, 其实机理都很简单, 如果我们不懂, 就慌张地认为, 很玄的现象背后, 一定有很玄的机理, 那就会越走越玄。 另一方面, 古代的医学教育过于保守, 过于重视门派的纯洁, 很多老师在收得意入室弟子时, 用玄的理论来筛选学生, 只有具有一定悟性病愿意为医学奉献的人, 才能挤入弟子的行列。 这样的医学传承方式, 导致了多数门外汉越走越玄, 越走越远, 而极少数入的门内的弟子才能拨开迷雾, 苦练基本功以报施恩。 我个人很喜欢的医学交流方式是, 大家都平心静气, 不添砖加瓦, 不扮折扮演。 不顾弄玄虚, 用尽可能浅显的概念交流医学心得, 无论什么姻缘, 只要选择了中医就都是同路中人。 大家对朋友真实, 对自己也真实, 真是最美。 证明 每个人的一生都要经过身、 长、 壮、 老、 乙。 这是人生不病的规律, 就如同天地每年春生, 下长、 秋收、 东藏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着。 皇帝内经中的养生, 并非告诉人们吃什么或做什么来远离死亡。 在大好的时光里拼命地折腾, 只为了延缓死神的脚步, 实际上结果往往是得其反。 在中国人的认识里, 死亡是一个自然规律, 谁也不能避免, 越躲避可能来得越快, 可以说古人不害怕死亡, 而最让古人害怕的是不得好死。 一个人在灵中前长时间饱受病痛的折磨, 在古人看来这太恐怖了, 这也成为骂人最恶毒的语言。 一个人能够安详的寿中正勤, 古人认为是一种福气。 一株果树能够结出丰满的果子, 一定是这株果树冬天好好地藏, 春天好好的生, 夏天好好的长, 秋天好好的收, 这样自然会有丰满的果子。 一个人可以好好的安度晚年也是一样的道理, 童年的时候好好的生, 青年的时候好好的长, 中年的时候好好的收, 晚年的时候好好的藏, 这样不仅能够安详晚年, 同时更大的收获是在每一个生命当下的精彩。 因此养生不是逃避死亡的挣扎, 而是顺应自然, 过好每一个时段。 儿童顺应天性, 培养爱好就是养生。 青年好好打拼热爱的事业, 使华英成秀就是养生。 中年好好收敛神器, 使事业稳固发展就是养生。 老年功成儿福居, 若福若你默默地影响着身边的人就是养生。 能够顺应天地活出精彩的一生便是证明, 每个人都应该顺应自己的本心, 活出与众不同的人生。 但是大部分人已经忘记了自己的本心, 究竟想干什么? 有的人由于长时间生活比较窃区, 就认为不择手段的挣钱是自己的本心。 有的人由于长时间受人欺压, 就认为当官是自己的本心。 有的人由于长时间受到挫折打击, 就认为找个稳定的工作是自己的本心。 如此便是以望为常, 以耗散其真。 素问第一篇《上古天真论》, 我认为是整本书中最重要的一篇, 开篇便说上古时候的圣人主要教人安心, 安好心后才能有后边的一切学问。 夫上古圣人之教下也, 皆为之虚邪贼风, 以之有识, 甜诞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令安从来。 是以至贤而少欲, 心安而不惧, 行劳而不倦, 气从已顺, 各从其欲, 皆得所愿。 故美其时, 认其福, 乐其俗, 高下不相目, 其名故约谱。 是以事欲不能劳其目, 言邪不能获其心, 于至贤不孝不惧于物, 故何于道。 这段文字经的其反复的品读, 思维其意, 心不被适语, 言邪所然, 坦荡无味, 回到最原本的谱的状态。 守住这个状态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做着自己喜欢的工作, 安然地享用美食, 不与邻居朋友攀比, 不嫉妒他们的成就, 与他们和谐相处。 有自己的理想, 但理想不妨碍我们当下的快乐, 幸福地追求着自己的理想, 这样愿望也更容易实现。 生命自然而然地绽放光彩, 这就是心处于本来的状态, 这样的生活是最接近到的生活品质。 这个状态素问称之为田淡, 老子称之为道, 庄子称之为逍遥, 孔子称之为忠树, 孟子称之为浩然。 虽名词不同, 但所要表达的都是心的本源状态。 学习中医先要安心毕命。 我们学习中医, 不是追求十年寒窗苦, 一朝成名医后的荣耀, 而是我们骨子里热爱中医。 我们有一颗发现真相的单纯的心, 怀着这颗心放松下来读经典, 让智慧的增长多于知识的增长。 文艺再道, 细细地品读经典, 感受经典所要传达的天地之道。 我们能够开心地学习中医经典, 能够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 这是多么幸福的事。 正业。 医生是我们的职业, 我们学习经典一方面是为了提升自己的智慧, 更重要的是运用我们的智慧解决病人的痛苦。 在行医过程中, 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才能够快速、 全面、 准确地掌握病人的病机, 能够根据病情快速地想到最合适的解决方案。 在这个过程中, 不应该有大师范儿的包装, 不应该有金钱利益的思考, 这种医疗行为是我们的正业。 我们的身份是真实的医生, 绝对不能成为虚伪的大师。 治病的过程分为诊断和治疗。 诊断要求医生心处于甜蚕虚无的放松状态, 让任何杂念都处于背景, 不能影响心的清明。 如此对一切现象的观察才是真实透彻的。 在诊断的过程中, 我们只是真实地观察病人的身体, 真实地分析病人所苦之源头。 不能病人说一个症状就联想式的下结论, 不能病人一说耳鸣或腰酸就下肾虚的结论, 这些都不是真实分析病情。 诊断的过程要绝对地客观分析, 不能有半点主观一段。 这样我们对病人才能够从整体到局部全面了解。 只有准确的诊断才是正确治疗的前提。 治疗也要求医生的心必须静下来。 医生心机师所处的治疗方案往往会不妥当。 静下心来考虑病人整体与局部的情况, 甚至要考虑生存的外环境, 周密地分析一切。 选择一种最佳的干预方法。 这种干预只能为客, 不敢为主, 并为本, 公为标, 一切都是顺应人体, 使人体更趋于中和。 医生在治疗时最忌讳心的膨胀, 膨胀的心会使医生有极强的控制欲, 想要控制病人的疾病。 想要干掉疾病, 这样所选择的汤记一定是俊猛的, 所选择的针灸一定是较也蛮的。 如果病人正记足病情轻则可, 若病人体虚往往会又使疾病传变, 加重病情。 执疾之道者, 不可挂以发, 不知悸道, 扣之不发。 如果是透彻地看清疾病, 治病就会如姐姐一样有条不紊, 当缓则缓, 当急则急地治疗疾病。 如果我们看不透疾病, 就会责怪表面现象, 此时用再重的治疗方法也不会治好。 中医这份工作真的很有意思, 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病人, 大部分病人, 我们都能够轻易快速地观察出病人的病剂, 用药或针灸很快就能康复。 每天总有几个病人的病情复杂, 看不透彻, 或虽看透彻病情但在治疗时不知该如何下手。 治疗, 只要在保证大方向不错的情况下, 大胆尝试, 通过病人反馈, 如不好转。 医生需要在静心读经典, 看能否找到复杂病情的本质, 或疑难病的治疗思路, 这样一步一步, 原先的疑难杂病成为了常见病。 每天都有新的疑难现象等待我们去闯关通过, 医疏默默地提升着。 当然如果门诊量很大, 也会有看走眼的病人, 或治疗时考虑欠周全的病人。 很多病人第一眼看上去以为很好治, 治疗了一段时间才发现病情复杂, 我们起初地判断草率, 如果心静下来, 就会大大降低误诊。 在治疗之前, 我们必须百分百确定大的治疗方向是正确的。 大方向错误的治疗张仲景称之为逆, 在保证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 即使有小错, 亦不会有大过。 世界上绝对没有包治百病完美的大师, 只有不断地在医学道路上探索, 不断地进步并扼在其中的中医学子。 一无止境, 我会继续与天真的师弟师妹们一起, 在回归中医经典思维的道路上前行。 结语 中医是值得用生命来经营的职业, 随着认识的提高, 对中医经典的体会也越发真实。 在学经典的道上, 我始终感觉自己在一斗两海, 本书中若有违背经典本意之处还望读者海涵。 读中医经典这么多年, 很感谢中医经典, 它慷慨地给了我很多。 经典给了我能够有稳定描效的医术, 让我在这么复杂, 充满竞争的世界中安静的生活。 经典的无穷魅力, 给了我一大堆同样热爱经典的师弟师妹, 他们带着一大堆问题一起和我探讨, 跟他们探讨我无比欢心。 经典里有深邃的智慧, 给了我看世界和看人体更加清醒的觉知, 让我能够不纠缠善恶问题, 看到更深更全面的原因。 经典给我的太多, 我都不知该如何回报。 我所能为经典做的, 就是尽量让更多的人发现真实的经典之美。 和我一起享受中国祖先留给我们的财富, 让阅读经典成为甜淡的享受, 享受甜淡生活之美。